降了20分的气象时间 这几天天气都蛮类似的 明天开始会有一些微变化 最主要风场整体 要转一点东北风 虽然还不到东北季风 但是微微的降温跟水气增加 在迎风面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感受 先来看一下整体 你可以看到在整个雷达雨量图 今天因为其实从昨天开始 就在附近有一些低压带的关系 所以在山区跟靠近山区的平地 不管在午后或是凌晨的时间 你可以看到刚刚湿雨量 跟累居雨量确实是有的 而累居雨量就是昨天的下半天为主 刚刚湿雨量在南头的山区 有一点点的雨势 不过影响大概在白天的时候 慢慢就会退去 然后就是等待下半天 天气又有一点才八 在山区跟靠近山区的平地 北台湾在东侧 或者是在东北部地区 也是一样有机会 都会来下一些短暂的午后阵雨 所以雨区的预报你可以看到 在山区之外 靠近山区的平地 还有东台湾的水气量 今天下半天都是稍微比较多的 但是没有下雨的时间 一样蛮闷热的 防晒补水 紫外线都还是蛮毒辣的 重视过几天就准备要来秋分了 可以看到高温36到34度 在南台湾的屏东 昨天有飙到36度 所以有些不去不的地区 高温的感受明显的 35 36度还是有可能 周五就是关键了 明天有一点微变化 东北风的风场 所以在迎风面 北台湾跟东北部地区 有一些水气量增加 原量增加 然后有点微降温 只有微啦 不到这个很冷或很凉的感受 但是怕凉的朋友们 入夜清晨可以加件薄外套 比较不容易感冒了 降雨趋势 在气象局昨天 也针对未来几天 发了一张水气的分布图 在今天刚刚已经有看到了 山区午后的 有些短暂震雨 但重点是右边这一格 你可以看到 周五开始 预计到下周一 下周二 东北风的关系 水气有稍微增加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不止山区 原本的地方 就连北台湾 跟东北部地区 平地地区 也有机会云量比较多 然后水气会变得比较多 比较不定一点点 所以东北部地区的朋友们 明天开始 带个雨具备用蛮重要的 不止下半天会有一些雨势 在上半天 可能云量比较多的话 时不时会有一些 短暂震雨的形态 这些都是 微弱东北风所造成的影响 而大家关心的下周 可能还有一点远啦 不过呢 都已经有传出 有低压带 会不会有台风来 干扰我们的中秋廉价呢 目前看起来 专家是说 个人的观察 看起来 确实有低压带 但有没有台风呢 大家先不用太过紧张 我也抓了一张美国的模式图 你可以看到 确实在 周六的时间点 周五周六呢 你可以看到29号 台湾附近确实蛮热闹的 就是大低压带 还有一些低压的戚风槽 都在右边 或者是南海 或者是菲律宾的东南方这边 蛮热闹 也蛮不稳定的 但是不是会变成台风呢 还有待观察 毕竟还有7到10天的预告 这个未来几天 都还有修正的空间 但稍微有心理准备 中秋节的前面 应该是以东北 这个东北风的风场为主 所以有可能 在北台湾东北部地区 云量会变得比较多 但这些都还是有一些观察 跟修正的空间 先了解一下中秋的档期 可能会有些低压带 在台湾的附近 但究竟会怎么样的影响 怎么样的转变 未来几天 持续锁定我们的气象更新